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路交通局计分制Kajara昨天已经开跑了 根据中国报报导 这计分制度与交警的执法行动 包括开罚单是无关的 因此造成道路上出现一罚两制的局面 这就是说道路违规者接下来很有可能会面对两种处罚 武器安曼交通调查及执法局总监阿希尔表示 交警还是有权利对付道路违规者并对他开罚单罚款 至于要不要计分就要看陆路交通局的判断 因为只有陆路交通局在执行计分制 此外除了计分制度 自动执法系统AES以及自动感知安全系统AWAS 也不在警方的执法范围内 阿希尔表示AES以及AWAS都是陆路交通局推出的执法系统 从操作到收取罚款都是由陆路交通局全权执行 因此呼吁民众不要混淆 接着我们来关注最后一则关于车的消息 车险保费即将在7月落实新机制 从原本的标准保费改为车险自由浮动定价机制 那就是说车险保费将由保险公司依据风险评估自行制定 根据南洋商报独家报道 在新机制下的六大风险评估包括 汽车记录、年龄、性别、抽款、职业以及索赔记录 如果车主的车货风险率越高 或是所居住地区被定义为偷车黑区 车主所付的保费相对的比较高 有保险代理商认为新机制对于车主来说比较公平 因为可以以个人的驾驶条件 为各车主量身定造一个公平公道的保单 同时也可以确保驾驶者会更小心驾驶 另外新机制对于保险业者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因为可以提高市场的竞争力 而消费者也有可能享有更低的保费 今天的新闻到此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